多倫多起樓起得很慢 你要賣單位是在說 在這星期間 現在多倫多的價錢 真的是借渣的價錢 燒鵝的味道 為什麼加拿大呢 加拿大在很多的範疇 在世界上都是明滅前茅 包括它的生活質素 醫療、教育 而多倫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亦都是加拿大的經濟貨車頭 很多大公司、企業 都會在多倫多開總部 就算國際大公司 Google、Amazon、Facebook 都會在市中心 首先我們了解GTA GTA是Greater Toronto Area GTA會比大家熟悉的地方大很多 City of Toronto就是GTA的中心 香港人一般喜好的地方 就會是Markham和Richmond Hill 那裏主要是住屋 如果你說你需要上班 最好建議都跟回鐵路完線 或者市中心 鐵路完線都有韓國人、台灣人 當然也有香港人和不同的移民 當地人都會在那裏生活 一定要清楚知道 究竟你是想投資還是自用 自用的 就視乎你需要住甚麼地方 你的生活圈子、工作的地方 但投資就不一樣了 投資你要考慮回報 你要考慮升幅、租務 你見多倫多 由2017年到現在 平均價錢都是穩步上升 主要受惠國家的移民政策 不斷有人口增長 有住樓的需求 另一樣的 亦都是多倫多起樓起得很慢 因為一直供應不到足夠的樓 所以價錢一直上升 我們見到4月份的數據 相比於3月 樓價平均價又跌了4% 但你看到年來年 距離上年2021年的4月份 其實升了15% 因為數據其實一直都很正面 主要跌的原因 近期都會聽到有加息 加拿大、Ontario那邊 亦都出了新的policy 有關於海外買家稅 買家就會觀望了 所以你見到成交的價錢 是有點回軟 現在譬如你想在多倫多 買個單位 其實你們都看看市場 有部貨給你們買 在GTA的 我們可以看到 Month of Inventory 其實一直平均都大概 兩個半月以上 而你看到2022年的4月份 Inventory只有1.6個月 其實你都要比較一下 其他城市的Month of Inventory 其實一般的大城市的Month of Inventory 在5至8個月 甚至再高都有 其實多倫多的 Available Unit 在市場上其實是不多的 什麼叫Dates on Market呢 即是說當你買個單位的時候 究竟多少日可以買得出 如果你說在香港 你買個單位 一般說三個月 四個月五個月 但原來加拿大多倫多 你要買個單位 是在說 大概兩個星期 四月份的數字是11天 這個其實對於投資來說 其實這個數字很重要 你不只是買東西 你要套到眼 因為你需要的時候 然後它可以很短時間 就可以賣得出你的單位 我們可以看看 原來相對於2020年1月 疫情之前 原來整個多倫多的平均升幅 是大概50% 但50%的 你會發現 原來New Market 67.5% Markham 60% Opfield 50% 主要你會發現 原來你的郊區地方 升幅是跑贏了大市 很明顯是因為 Work from home 大家需要多一點的生活空間 Stay在家裡的時間 久一點 但很有趣一件事 我們看看多倫多 一個C01的地區 多倫多C01的地區 就是市中心 Yang Jaii 西面 原來那個升幅 到現在這兩年多 只升了15% 是嚴重的 背後了多倫多的平均升幅 但有一個很好的問題 亦都可以讓你思考一下 就是 現在疫情都 我不敢說完 但都叫做 去到尾聲 究竟 那些人會不會在周邊 開始要上班 而公司也都不會接受 長時間的Work from home 如果你認同的 Work from home 是會完的 其實現在是一個很好的timing 去考慮市中心 或者 起碼容易assess到市中心的項目 其實現在多倫多市中心的價錢 真的是 借渣的價錢 燒我的味道 多倫多的樓 不只是說 單一的樓 它有獨立屋 有townhouse 有condo 你應該怎樣去選擇 剛才說了 那個平均升幅是50% 原來獨立屋是去到 去到 我們看看 戭房 戭房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下鐵尾鐘 再安